整件事情大家聽起來 非常的荒謬 但是我盡量從這荒謬世界裡面 整理出一點正面的意義 是什麼 就是讓大家知道 我們現在已經科技化了 這邊有一個表格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說你跟水牛伯一樣 一直懷疑你家門口的 那個電子巡邏箱 為什麼空空如也 誤會警察沒來過 還要PO臉書的話 各位觀眾朋友請看這個表格 這是舊的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使用了 所以它的空空如也 但是不代表警察沒有來 因為水牛伯隔壁 已經有一個電子巡牽 上面一個QR Code 它好處是什麼 第一 如果用傳統的巡邏箱 因為警察每天都要去換 人工換表 非常麻煩 浪費時間 第二個 下雨天的時候容易潮濕破損 而且手寫可以造假 因為警察去的時候 比如說他2點到 但是他1點應該到 他就簽1點 可是如果改成電子巡牽的話 直接掃QR Code 可以比對GPS 就可以準確知道 他到底什麼時間來到這個位置 警察來 一天6次勾就把一次勾完對不對 對 而且可以防閉 重點是還可以節省巡牽時間 因為你一掃疫苗搞定 以前你要手拿著還要簽 就比較麻煩 重點是更環保 而且還很環保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最重要是什麼 可以保護警察同仁的安全 在2005年的時候 在汐止曾經發生過一個殺警案 就是利用警察在簽巡邏箱的時候 你左手要拿著 右手要簽 然後兩個歹徒衝出來 直接對警察砍 後來把警察槍拿走 造成一死一傷 重大事件 所以改成電子巡牽 對警察的安危 對 因為你這樣子弄的時候 你兩邊不容易注意 你這樣掃的話 你就比較能夠環顧適中 另外一手還可以拿出來 對 防衛 而且掃的時間很短 你群眾箱可能要打開 抽出來發現昨天下雨爛爛的 還要把它黏在一起的紙撕開 然後再簽名 再蓋回去 再放回去 再關起來 跟你走過去逼走 那個時間差是差很多的 對 所以好處非常多 所以拜託大家 如果你跟水牛伯一樣的話 不要再誤會警察 他還是非常盡力的 保護我們的安全 整件事情 當大家都談了很多 很奇怪的地方 當然我個人也會覺得 非常奇怪 就是說 正常來講 立馬院長遇到 這樣人生的攻擊威脅 一定是大家很緊張的 所以國會聯絡人 如果回報之後 隔天就一定會回報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後來有看了一下 洪慈庸是 是不是幕僚真的有問題 幕僚可能真的有問題 或者是 水牛伯忘了 因為水牛伯曾經告訴警察說 你不要把巡邏商 射在我家 射到隔壁 結果他忘了 會不會是他的幕僚有告訴他 他也忘了 所以造成這樣的誤會 重視治安 結果游錫坤不給你面子 直接臉書告訴大家 警察這十幾天都沒有在幹嘛 不是直接打臉徐國勇 所以最讓我們奇怪的是 這一點你知道嗎 後來我就上網看了一些資料 我恍然大悟 為什麼游錫坤會做這個動作 就是故意PO臉書 然後不去私底下打電話 因為游錫坤跟蘇貞昌不太好 那大家知道蘇貞昌 那蘇貞昌跟游錫坤的恩怨 是從2008年 那時候他們要參選總統開始 而且游戲 2014年在我們新北市選市長 跟朱立倫 游戲後來輸了2萬多票 其實他們一直對蘇席很不滿 他覺得蘇貞昌沒有很認真的支持他 然後到了這一次 不分區的立委 各位還記得嗎 本來民進黨要開一個 不分區的提名委員會 曾經留會過一次 留會是為什麼呢 因為鄭國會 就是游錫坤的鄭國會 和英系聯手 去抵制蘇貞昌和新潮流息 這部分可以請韋山補充 那後來 韋山補充在介入這樣子的紛爭當中 留會之後傳出一個消息 就是游錫坤當初要接力 立法院院長本來要排兩個 牽扯到民進黨內部的問題 這個以上言論 純屬這個葉仁智的推測 不代表本台立場